大家好 欢迎来到4号仓库 今天想要跟大家说说 鬼灭之刃当中 比无产更恐怖的不死之生 简直犹如鬼神般存在的春田队员 看似若诺无能的他 为什么总是能避开最艰难的战斗 奇迹般存活到鬼灭的大结局呢 他甚至被称为鬼灭的兵长 在每场与恶鬼的战斗当中 都可以全身毫发无伤之之 成功活到最后 与总是受伤的碳自然和柱相比 回避能力值点满的春田 隐藏着深不可测的实力 几乎可以达到柱的阶级 这部影片我就来详细说说 他的生平事迹 老样子因为涉及剧透 还没有看过漫画的朋友 可以先关掉影片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春田在成为鬼杀队见识之前 因为家人被鬼所杀害 决心要替世事的亲人报仇 经过数年艰辛的锻炼之下 参加了鬼杀队的预选 意外的遇上了傅刚义勇 与枪兔 一起成为了同期通过预选的鬼杀队见识 但是身为鬼灭之刃当中 最幸运的男子 有着强大剑技的枪兔 一个人几乎消灭了 藤席山上所有的恶鬼 甚至保护了所有参加预选的人 最终 这一期全部的人都通过了测验 唯一没有通过的就是 被山中最强大的鬼 杀死的枪兔 一只恶鬼都没有杀的春田 就这样平安的成为了鬼杀队见识 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春田的阶级 升级到了梗 对于一般见识来说 表现并不出色 非常的平庸 在某次任务 来到了纳田的蜘蛛山上 一起同行的十几位鬼杀队见识 突然被鬼的邪鬼术操控 开始自相残杀 这时生存能力如同蟑螂般强大的春田 把腿就跑 躲在草丛角落发抖的他 被炭治郎和一只柱发现 春田知晓了他们是前来支援的鬼杀队 队员 什么 应该要派住来啊 阶级只有魁 来几个都没有用 面对如此凶险的蜘蛛山 还好法无伤的春田 就被一只柱一拳打到流鼻血 之后知晓了只要斩断头上的尸线 就能阻止队员被操控 身为前辈的春田就帅气的说 这里就交给我 我好歹也是鬼杀队见识 前面应该还有更强的鬼 你们快去吧 明明阶级与之力都比炭治郎还要更高 竟然这么理所当然 把困难的工作丢给后辈 完完全全是个逃避责任的男人 在操控失线的鬼 被炭治郎消灭之后 春田好死不死又遇上了 被下弦之舞家暴的鬼姐姐 仅仅说出两个字 是鬼 就被怎样都切不开的蜘蛛丝包围 幸好被主公派来的虫柱蝶忍 及时救下 仅仅只有衣服全部被融化 一连碰上两个美女鬼 以及蝴蝶忍 艳福不浅的春田 也可以说是被神眷顾的男人 最后凭借着幸运 毫发无伤的在蜘蛛山上全身而退 呃 除了一蜘蛛的一拳以外 在之后同样派来的水蛛富刚勇 消灭了下弦之舞 明明是同一期成为鬼杀队的剑士 现在一个还是处于低阶的梗 另一个则成为超越阶级最强的蛛 让春田完完全全丧失自信 在漫画当中补充了 同样是使用水之呼吸的春田 因为实力太过于弱 连呼吸法都不会使用 这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战国时代 当最强的初始呼吸剑士 祭国元一 在他还没有指导鬼杀队使用呼吸法时 所有的剑士仅仅使用刀法 与鬼搏斗 剑士几乎是宜软及时斑 被鬼吃掉 强大的呼吸法也不是努力就能学到的 必须天赋一柄才能学习 如果想看使用日之呼吸的祭国元一 有多么强大可以点击右上角资讯卡 或者是下方资讯栏 看我制作的祭国元一的影片 刚刚提到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使用呼吸法 就像是炎柱 猎狱杏兽狼的弟弟 千兽狼 无论多么努力 都无法学会呼吸法 以及封柱不死穿死迷 的弟弟 玄迷 也同样不会使用呼吸法 现在的春田就属于 凭借着不错的体能 与超越所有柱的幸运 待在鬼杀队 所以挥刀的时候连水的特效都没有 当初成为鬼杀队剑士 完完全全是靠枪吐 才通过了预选 水之行是五种基础呼吸法当中 最容易学习 也最常见的 因此在鬼杀队使用水之行的剑士 是比较多的 但春田并不是被前任水柱 玲瓏师傅所指导 所以并不算炭治郎的师兄 再之后过了许久的时间 因为罩门迷豆子克服了阳光 无产肯定会找到迷豆子 并将它吃下 所以所有的柱 透过柱和训练 加强一般鬼杀队剑士的能力 我们的最强路人 春田当然也在其中 甚至通过了所有恐怖的训练 来到了最后一关 也就是炎柱悲悯雨的深山修炼 他遇上了当初在蜘蛛山上 并肩作战的探掌 已经抵达到这里的春田 可能也已经学会呼吸法 不然可能连风柱的大乱斗修炼 与蛇柱的惩罚地狱都无法通过 这时他也说明了一般人的心境 与那些天生就很强大的柱相比 就算通过了柱的修炼 凡人和柱之间的实力 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这个差距让所有的见识忘成莫及 说这些话的同时 春田的嘴还是不停地吃着东西 看来他也是一个相当爱吃的吃货 在最终的无限城决战片当中 所有的柱与鬼杀队 都被上弦之士迷女传送到无限城 这时身为鬼的玉石狼 混入鬼杀队一起行动 暗中帮助鬼杀队消灭无产 与他一起同行的队员都觉得身边有点奇怪 但就是没有怀疑玉石狼是鬼 当善意击败了上弦之女友身负重伤 玉石狼就将他救下 春田说 能救得了他吗 我认识他 快想想办法 闭嘴 吵死了春田 你这个打酱油的 看好周围 不要被鬼袭击 你这个混蛋什么阶级啊 要是比我低 我绝对不会牢过你 春田的大赏们 还真的把鬼引了过来 这时无限城的鬼 都被无产赋予了更多的血 实力都达到下弦的程度 就算春田无法斩下恶鬼的头 但还是能与之一战 前辈 快点解决他 现在的春田 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 可以一边教训 一直吐槽的后辈 玉石狼 以及对抗有下弦实力的恶鬼 和保护身负重伤的善意 在无限城崩塌之后 所有的人与无产被传送到地面 与其他人走上的春田 看见了此生最大的仇人 无产 就算全身负伤的他 也想要拔刀冲向无产 但突然水柱义勇 大声叫自己的名字 让春田吓一大跳 看见自己的后辈与无产对战 受到这么严重的伤 自己一点忙都帮不上 甚至连同期的富刚义勇 也成为了柱 不过 自己能做到的就是 帮助受伤的人接受安全的治疗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但最感人的就是 富刚原来还记得自己的名字 虽然我们的实力天差地圆 直到最后 当无产被消灭 春田也喜极而弃的流下泪水 他也终于替自己的家人报仇 在最后 没有恶鬼的世界 春田不像其他的柱与炭治郎 因为斑文的关系 只能重活到25岁 这个被幸运女神眷顾的男子 就安稳地度过了下半辈子 并且长命百岁 春田是在鬼面之刃当中 最不起眼的角色 因为没有特别强的能力 也没有重要的戏份 甚至没有看过他斩杀任何一只鬼 但是有他在的片段总是非常的好笑 是一个存在感很低 但是特别讨喜的角色 他的存在让我们知道 就算没有足够杀死鬼的强大 每个人都是击败无惨 当世界和平的伟大英雄 春田在最后拯救了善意与炭治郎 也说明了就算是路人的实力 只要拿出毅力与勇气 也能够发挥出影响战局的作用 甚至可以保护比自己强大的人 这就是鬼灭之人当中 生命力极强的鬼杀对剑士 春田的掌柜 医生 突然变成励志故事了